我嫁给宋艳辰的第三年 她遇见了她的真命天女 为了给她一个名分 她用尽一切手段逼我离婚 我家破人亡 重度抑郁 最终在一个雨夜被货车撞死 而她的心肩虫 被她悉心保护 我甚至连面都没见过 众活一世 我决定百滥 只等离婚分前走人 谁知道 宋艳辰却不肯放手了 宴会厅里功筹交错 我坐在角落里 听着旁边的小明星陈怡 跟她的经纪人聊天 你不去跟宋艳成打个招呼 经纪人问陈怡 陈怡表情稍微有点不自然 宋先生不喜欢那么高调 经纪人又笑 也对 她这样的人 天生就是人群中的焦点 被拍到了反而对你不好 她是在保护你 陈怡脸红了红 害羞道 宋先生是对我挺好的 前两天说车 坏了宋去修 他就直接送了我一辆新的 最近还问我想把房子买在哪里 经纪人有些羡慕 那你加油 宋先生那么喜欢你 你争取拿下她呀 反正她那个老婆 也是有名无实 我咽下一口栗子蛋糕 她们口中那个有名无实的老婆 正是在下 不过 也难怪她们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嫁给宋彦臣三年 她的绯闻就没有断过 她虽然人不在娱乐圈 可是营销号里 永远有宋先生的传说 上一世 我要是听见这样的议论 高低要仗势欺人 讨个说法 众活一世 这些话再也无法在我心中掀起波澜 毕竟我知道 这些莺莺艳艳 都是宋彦臣的过客 而她的真命天女 将会在今天出现 可惜等到现在还没看见 我略感无趣 正要起身走人 啊 只听得陈怡一声尖叫 一个服务员不小心打翻了香槟 溅起的液体 落在了陈怡的白色礼服裙上 陈怡的脸瞬间垮了下来 你怎么做事的 这可是艾丽萨 今年的高定 马上叫你们经理来 服务员小姑娘 双目含泪 梨花带雨 一直在小声道歉 说自己是暑期 来兼职的学生 可是陈怡不依不饶 我见小姑娘可怜兮兮的 叹了口气 开口道 别为难她了 裙子我来陪 陈怡挑眉 打亮了我一眼 见我穿得低调随意 并不将我放在眼里 好大的口气 你懂不懂高定是什么 以为这是有几个臭钱 就能买到的吗 这边的骚乱 引起了宋艳臣的注意 她皱了皱眉 走了过来 陈怡仿佛看到了救星 上前挽住宋艳臣 唯唯曲曲地说 宋先生 你送我的 阿里萨高定 被这个服务员弄脏了 小姑娘见到宋艳臣一愣 陈怡健壮 骄傲地抬了抬下巴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宋艳臣 一条裙子而已 我帮她赔了 宋艳臣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转头柔声安慰陈怡 一条裙子而已 改天给你买新的 你先回去吧 宋艳臣带着陈怡走了 身旁的小姑娘还在发愣 我一直知道宋艳臣很吸引女人 没想到连这么年轻的小姑娘 都被她吸引 我有些怜悯地看了一眼小姑娘 转身欲走 小姑娘却叫住了我 姐姐 今天谢谢您了 方便我加您个微信 改天请你吃饭 我摆摆手 举手之劳 不用客气 正要离开之际 领班走了过来 低声责备 林雨梦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仿佛脑海中划过一道闪电 我猛地转头看向那个女孩 竟然是她 她就是 上一世宋艳臣 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与家中决裂 也要逼我离婚 只为了给她一个名分的林雨梦 我家与宋家算是家族联姻 一旦离婚 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利益牵扯 但宋艳臣不管不顾 铁了心要离 甚至给我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财产分配条件 可惜那时候我想不开 只要人不要钱 我喜欢了她整整六年 凭什么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小姑娘 随随便便就能将她抢走 我用尽百般手段 不肯离婚 将宋艳臣一步一步推到对立面 最终被宋艳臣以雷霆手段打压 被迫离婚 爱而不得 郁郁而终 重活一世 我不想在别人的剧本里当恶毒女配了 也不想再被一个不爱我的人 贬得一文不值 陷入自我怀疑了 我记得那时我得知林雨梦的存在 动用了一切手段想见她 宋艳臣知道后立马来警告我 如果我感动林雨梦 她马上终止宋氏与江氏的合作 我哭着问宋艳臣 我究竟哪里比不上她 她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梦梦天真烂漫 是一切美好的化身 她除了身世不如你 哪里都比你强 重生之后 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比如感情这件事 她毫无道理可言 我愿赌服输 只是终究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想看看这个人究竟有多美好 现在我看到了 看着眼前容貌娇好的少女 我不得不承认 她确实担得上美好两个字 姐姐 林雨梦叫我的名字 要加微信是吗 你扫我 鬼使神差的 我加上了林雨梦的微信 宴会散场时 时间还不晚 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 往年 我都是在空荡荡的别墅里 精心准备一桌子的菜 然后抱着万分之一的期待 万一她想起回家呢 可是每年 我都等不到她 我会为宋燕辰的 不回家找个借口 然后自己默默地吹灭蜡烛 对自己说 真真 生日快乐呀 我一直想 京城所至今时为开 这么些年 就算一块冰 也该被武化了 可惜狼心似铁 重活一世 我再也不要 回到那个空荡荡地房子里 傻乎乎地等她了 天知道 认识她之前 我将真真最讨厌的 就是等人 打定主意 我开口对司机小张说道 掉头 去北极海 掉头的路上 意外看见宋燕辰的车 停在路边 旁边是倒在地上的自行车 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故 再仔细一看 林宇梦腿上似乎有血迹 宋燕辰扶着林宇梦 正对着车里的陈仪说 你先回去 摇下来的车窗里 陈仪一脸地不甘心 宋燕辰看见我的车 冲我打手势 想让我停下来 我面无表情地将车窗摇上去 吩咐司机开快点 后视镜里 我看见宋燕辰露出错愕的表情 久违地有点开心 刚刚坐下 就听见人群里一阵欢呼 原来是有人在求婚 男人单膝跪地 捧着钻戒 周围是拿着荧光棒的朋友们 女人幸福地捂着嘴点头 男人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蹦起来 抱着女人转个圈 然后开心地大喊 她说她愿意 众人气氛热烈 男人大手笔地请酒吧里 每人一杯酒 我拿着酒杯 正正落下泪来 我结婚的时候 是没有求婚的 那时候宋伯伯病重 临死前唯一的愿望 就是看着宋家和江家联姻 他握着我的手说 珍珍啊 阿晨交给你 我是放心的 宋燕晨为了父亲的临终愿望 不得不跟我结婚 可惜 整个婚礼都是我自己一手操办 宋燕晨只在结婚那天才出现了一下 走了个过场 我知道 他在明明白白地打我的脸 告诉我结这个婚 他是被逼的 我无数次憧憬过的求婚 无数次想象过的婚礼 最终都成了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如今看到这样热烈爱情 我怎么能不羡慕呢 舞池中间的舞台上 摆了一台斯坦威 有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 正在演奏 我干掉手中的香槟 理了理裙摆 走上台去 低声问男人 可以弹一曲 Someone like you吗 男人点点头 我坐在麦克风边 清了清嗓子 跟着伴奏 低声唱起来 I heard that you're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一曲弊 掌声热烈 无数的玫瑰被扔上舞台 弹琴的男人 起身走到我面前 微微躬身 朝我伸出一只手 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 邀请今晚最迷人的小姐 跳一支舞 我偏头看她 长得不错 反正我也打算 跟宋艳辰离婚了 她可以在外面搞三年四 我为什么不能左拥右抱 圈子里多少夫妻 各玩各的 我为什么要为宋艳辰 守身如玉 久经上头的一瞬间 我朝男人伸出手 没有 冷硬的回绝 从头顶传来 宋艳辰捏紧我的手腕 横插进来 挡住了男人火热的视线 说完 她拉着我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车里气压很低 我揉着手腕问她 你怎么会在这里 宋艳辰冷笑一声 这句话难道不该我问 我看着宋艳辰 她抿着嘴 应该是在生气 剪裁合体的衬衣 勾勒出她完美的曲线 精致的侧脸 在路灯明灭的光影中 显得尤为迷人 不怪我前世被这副皮囊 迷得神魂颠倒 连生气都这么好看 唯一可惜的是 她不爱我 无论是我为了她留长发 还是为了她学小提琴 无论我多用心地记住她的爱好 无论我如何妥贴地打理家中 孝顺公婆 不爱就是不爱 就像我现在晕车想吐的样子 已经非常明显了 她也不会问一问我怎么了 停车让我休息一下 我上一世是见过她给林雨梦 打电话的样子的 眉眼含笑 小意温柔 关心之情一余言表 汽车停在别墅门口 我长舒一口气 冲进洗手间 吐得稀里哗啦 等我洗完脸出来 看到的是宋燕辰舒展地 靠在沙发上 盯着手机嘴角含笑的样子 我喊了她一声 她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声 我们离婚吧 宋燕辰的视线 终于从手机屏幕上一开 她吃笑一声 江珍珍 这又是什么欲情故纵的手段 我平静地迎上她充满压迫的视线 我是认真的 与其彼此耗在一段无爱的婚姻里 不如大家都及时止损 宋燕辰依旧挂着满不在乎的笑容 眉眼却有些阴沉 哼 当初非要嫁给我的是你 如今闹着离婚的又是你 当我宋家是什么地方 哦 难不成是看上了今晚那个小白脸 我说呢 往年生日都是乖乖在家等着我 今年怎么去了酒吧 原来是另有新欢 宋燕辰一边说着 一边松了松领带 她走到我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单手勾起我的下巴 怎么 三十如狼 寂寞难耐 啪 我反手给了宋燕辰一个耳光 宋燕辰愣住了 她很快反应过来 含着怒气 伸手紧紧捏住我的下颌 你敢打我 离婚我都提了 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我索性破罐子破摔 宋燕辰脸色阴沉 为什么 就因为我不陪你过生日 又不是第一年不过 你瞎闹什么 你也知道 今天是我生日 你也每年都知道 我会在家里等你 可是你 从来都没回来过 你不过就是我 哽咽了一声 不过就是 仗着我爱你 我深吸一口气 将泪一逼回去 现在你听好 我不爱你了 我想跟你离婚 宋燕辰不对劲 宋燕辰很不对劲 自从我提离婚之后 半年才回家一次的她 最近居然隔三差五 就回家 我忍不住问了出来 她却反问我 这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回 甚至有一次 她喝醉跟人家起冲突 她的兄弟竟然打电话 叫我过去拉住她 要知道 从前她那帮狐朋狗友 都是当我不存在的 那次我到了现场 一群人竟然恭恭敬敬地 喊我嫂子 跟宋燕辰起冲突的是 一帮练习生 据说是在打赌 哪个女明星 最终会拿下宋燕辰 以及我什么时候会被抛弃 我忽然明白 宋燕辰生气的原因 她已经要为林雨梦收心了 自然不愿意别人再翻她的旧账 这帮人恐怕会错了意 我骂了一句 跟我又没关系 叫我来干嘛 狐朋狗友们舔着脸笑 那不是他们背后议论了嫂子 陈哥才给嫂子出气吗 嫂子你劝劝陈哥 别搞出人命来 我冷笑一声 首先 你们找错人了 其次 随便他们议论 我不在乎 不用打着为我出气的幌子 最后 他们说的也是事实 说完我转身就走 谁让你们叫她来的 宋燕辰含着怒气的声音传来 哥 刚才你收拾人的时候不还说 宋夫人过去是姜珍珍 现在是 将来也是 都给我滚 身后玻璃瓶 哗啦啦碎了一地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 宋燕辰静静地盯着我 眼中 有我看不懂的情绪涌动 自从提了离婚 我整个人仿佛都活了过来 我开始积极地清点财产 顺便规划离婚后的日子 从前 我列过一个清单 想跟宋燕辰一起完成的五十件事情 我将它从一堆旧文件里翻出来 将宋燕辰的名字滑掉 然后开始详细计划着 去把这些心愿走完成 我没想到 刚刚做完第三件事 宋燕辰忽然丢了个入职协议给我 让我入职宋氏集团秘书办 我狐疑地看着她 不知道她葫芦里卖什么药 不过我本来最近也在排摸她名下的财产 能去公司当然最好 万一离婚的时候谈判 我好歹能有点准备 宋燕辰冷着脸 表情微微有些不自在 你别多想 是我妈让你去的 想到婆婆 我有些可惜 上辈子我婆婆对我很好 一直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成为了宋燕辰和林雨梦爱情道路上第二大绊脚石 即使林雨梦又怀孕了 都不同意她进门 想到这里 我暗暗有些惋惜 可惜了这么好的婆婆 我高高兴兴去入职 没想到入职第二天就在公司楼下碰到了陈怡 我拿着一杯咖啡 假装不认识她 目不斜视地走过去 却被她叫住 江小姐 我想跟你谈谈 我停住脚步看她 她能叫出我的名字 想必是知道我是谁 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我摆摆手 江小姐 我想跟你联手 宋先生最近被一个小贱人迷惑了 这个小贱人三番五次地陷害我 故意让宋先生以为我欺负了他 如今宋先生不肯见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我得不到宋先生 我也不想那个小贱人得到 江小姐 我想 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不不不 我不在乎他跟谁在一起 我跟他 本来就各过各的 话音未落 我就看见陈怡睁大了眼睛 我转身 看见宋彦辰阴沉的面容 你被封杀了 宋彦辰轻飘飘地丢下一句话 转身离去 我转头看向陈怡 他仿佛恍然大悟 我又被那个小贱人骗了 江小姐是他透露你的身份给我 是他故意激怒我来找你的 宋先生明明今天要去出差的 我知道了 肯定也是被他骗来的 我越听越离奇 你说的人是谁 宋先生最近身边还有谁 不是那个女大学生 林雨梦 什么 我一边想着陈怡的话 一边进了公司 我进公司很低调 大家虽然知道 我有点背景 但是并不知道 我就是宋彦辰的夫人 所以 大家只当我是哪家 有钱人家的小姐 来打发时间 自然愿意跟我搞好关系 聊八卦 也会带上我 今天刚进门 就发现办公室气氛不对劲 我狐疑地问童桌小陈 他朝我努努嘴 总柱再跟新的来实习生发脾气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总柱A的正揉着眉心 坐在老板椅上 林雨梦穿着白色长裙 抽抽叶叶地站在一边 昨天老板带他出去了 所以 珍珍你没见着 这个实习生可牛逼了 听说老板亲自带进来 不知道什么背景 你说他要是安安分分的 每天玩玩电脑 不给大家添乱 也就算了 天偏他要说什么自立自强 天天让A的给他安排事情 结果每件事都办杂 最后让A的给他擦屁股 今天肯定是又办杂了什么事 看着吧 一会儿肯定又哭哭啼啼地出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A的怎么欺负他 小陈话音刚落 就听见A的摔文件的声音 哭什么哭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搞这一出 我欺负你了吗 我都说了 这个案子很重要 你接不了 你非要去接 还把老板搬出来 现在搞砸了 你又只会哭 有眼泪你流着跟老板流 我这儿不伺候了 A的我真的很认真 很努力了 我没想到最后 林雨梦哽咽地回嘴 什么你没想到 我难道没提醒过你吗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你说你认真 这么简单的数字都要算错 你说你很努力 好我来告诉你 什么叫努力 A的忽然扬声喊 珍珍 你进来一下 带上你做的流程图 我一个机灵 没想到 Lida会把我叫过去 我拿上文件 小陈对我做了个 自求多福的表情 Lida接过我的文件 扔到林雨梦面前 林雨梦 你看看 什么叫认真努力 珍珍昨天来报道 我给她了一个案子 今天她把市面上 所有同类案子的流程图 都给我做了出来 你呢 你只会哭 我告诉你 你要是在搞事 不是你走 就是我走 林雨梦红着眼看见我 表情有些意外 又有些难堪 姜姐姐 G的愣了愣 你们认识 那刚好 麻烦你跟珍珍学学 一个合格的员工 应该是怎么样的 从A的办公室出来 林雨梦非要约我去喝咖啡 也是奇怪 自从我上次帮了她之后 她就对我很热络 时常找我聊天 我三番两次敷衍冷淡 都打消不了她的热情 虽然我心知 上辈子的事不能怪她 但确实也不想 跟她扯上什么关系 可是她十分执拗 拉着我的衣服不肯放手 仿佛我不答应 她就马上能哭出来 为了不成为围观的焦点 我跟着她去了楼里的咖啡厅 这里是集团内部的咖啡厅 一般只有高管才能过来 林雨梦拿出一张黑卡 直接刷开了咖啡厅的大门 如果我没认错 那是宋艳辰的员工卡 我跟林雨梦坐下来 还在想怎么开口 她却抢先开了口 姜姐姐 我怀孕了 电光火石之间 我忽然明白了 林雨梦力邀我上来 根本不是想请教问题 而是想跟我摊牌的 她已经知道了 宋艳辰就是我老公 我在观察她的时候 她也在悄悄观察我 想通这一劫 我在看林雨梦 终于发现了她的不同 她的眼神不再躲躲闪闪 她有了底气 想想也对 有宋艳辰这么一个万事都能解决的霸总追求者 她是该有底气的 我冷笑了一声 所以呢 你现在是以一个小三的身份 来跟我炫耀你怀孕了 姜姐姐 你别这么说得那么难听 我也是为了你好 林雨梦收住眼泪 面色惊傲地抚摸着肚子 你家是好 能力强 离开不爱你的人 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 而宋先生跟我的宝宝 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而且姜姐姐 宋先生从头到尾就没有爱过你 我怎么能算第三者呢 不被爱的人 才是第三者呀 看着林雨梦的样子 我终于开始怀疑 我上辈子的遭遇 也许没那么简单 她也并不是一朵 什么都不知道的无辜小白花 感谢你让我见识了物种的参差 爱上你这样一个一个 无耻又没有脑子的人 我实在为宋燕臣的审美感到惋惜 说完 我起身离开 不遇与她多纠缠 林雨梦带着哭腔拉住我 姜姐姐 求求你别生气 都是我的错 拉扯间 她忽然向后倒去 摔倒了地上 梦梦 宋燕臣的声音响起来 我转头 见她面沉如水 大步走过 江珍珍 宋燕臣一把抱起林雨梦 你对梦梦做了什么 宋燕臣这副质问的语气 让我想起上一世 无数次的吵架 都是以宋燕臣的质问开始 网上关于梦梦是小三的言论 是不是你散布的 你是不是去梦梦的学校撒泼了 你在我妈面前到底说了些什么 让她对梦梦有这么深的偏见 我告诉你 不管你说什么 做什么 都不会动摇梦梦在我心里的地位 反而只会让我越来越厌恶你 天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做 如今我合理怀疑 那些事都是林雨梦自导自演 我深吸一口气 看向林雨梦 不如你来说 我对你做了什么 林雨梦只是捂住肚子 宋先生 我肚子好痛 我好怕 宋燕臣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江珍珍 如果梦梦出了什么事情 话没说完 林雨梦又发出一声呻吟 宋燕臣急忙大步向电梯走去 我深吸几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这都是些什么事 回家路上我收到一条微信 江姐姐 我没有什么大碍了 可是宋先生非要在医院照顾我 我劝他回家 他也不肯 配图是宋燕臣低头削苹果的照片 我厌烦地将手机甩到一边 又拿回来给宋燕臣发微信 什么时候离婚 到家的时候 我终于冷静了一些 如果不是为了清点财产 我早就该搬出去了 趁宋燕臣不在 我去书房打开他的电脑 我观察了很久 知道他的密码就是生日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所有资料都先烤了过来 回头再慢慢清理 干完这个 我又拿起箱子开始收拾 收拾东西的时候 意外翻出很多东西 婚礼当天 被各种人抓拍的照片 我给宋燕臣写的信 为了学做菜买的书 林林总总 爱意不在 留下这些痕迹 也是徒增烦恼 我将它们都收到一堆 付之一具 我将贵重物品都打包好 留下了一份的离婚协议 我只要了当初 娘家陪嫁的房产和股份 只求速速结束 这段糟糕的婚姻 如果他十项点 签了也就罢了 如果他不签 我自然也留了后手 刚刚下车 就接到宋燕臣的电话 江珍珍 你跟我妈说了什么 又来 我皱眉 这一次 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解释 我可什么也没说 那我妈怎么会找到 梦梦那里去 梦梦被刺激地陷入了昏迷 她生了很重的病 万一她出事 关我什么事 我挂掉电话 低声骂了一句 搬完家 我出门吃饭 刚刚走出小区 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江珍珍 我回头 有人用步捂住我的嘴 我瞬间晕了过去 我在一个废旧的仓库醒来 浑身被绳子绑得紧紧的 完全无法动弹 我被绑架了 有脚步声响起 我急忙闭上眼睛装睡 林大哥 幸送的 真的会为了这个女人退步吗 梦梦是这么说的 她总不会骗我 你们快走吧 放心 我一定会守住厂子 守住大家的 我想起来 上辈子 宋氏收购了了一个老旧的纺织厂 准备改造成现代化 全自动的原材料生产厂 这也意味着 原本的工人 至少要下岗一大半 林与梦的爸爸 就在那个厂里 那是他们工作了一辈子的厂 他们都不愿离开 他们纠集了 一批工人守在厂里 不许宋氏改造 当时两边的关系很紧张 直到宋雁臣发现 领头人之一 是林与梦的养父 他不仅给出了 优厚的买断条件 还帮所有不愿意走的人 解决了再就业问题 谁提起来不说 林爸爸有个好女儿 听说之前 林与梦一直若即若离 这次之后 彻底对宋雁臣死心塌地了 那刚才说话的 就是林与梦的养父 没过多久 其他人陆续走了 只剩林与梦养父 留下来看着我 一盆冷水浇到我脸上 我不得不醒过来 林父手里拎着根棍子 满脸阴致地看着我 转我两百万 我吐掉嘴里的脏水 我哪有那么多钱 林父一棍子直接打下来 我觉得我要死了 等他再次举起棍子 我急忙大喊 等等 你先给我松绑 我指纹解锁 林府思虑片刻 觉得我应该没法逃走 碎给我解开 我拿出手机 每次只能转十万 有限额的 说着 我开始一笔一笔地转 一边转一边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绑架我 为了场子对不对 其实不用的 宋燕辰一心要追你女儿 他只要知道 你是林雨孟的爸爸 肯定会让步的 你根本不用冒险 把我绑架过来 正说着 有人打电话进来 林大哥 幸送地说 只要保证人质安全 他就答应我们的条款 林父沉默了一会儿说 好 不一会儿 电话又响了起来 林父面色缓和下来 柔声道 人已经在我手里了 孟孟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与你无关 我不会让他阻挡你的幸福的 林父忽然激动起来 我心到不好 难怪他让我转钱 他打算杀我 然后跑路 我前世查过林宇梦的资料 他父母在婚 现在的林父是他的养父 周围的人说 林父极其疼爱这个养女 已经到了比亲爹还用心的程度 看着林父眼中的疯狂 我有一个不好的怀疑 刚才趁林父接电话的空档 我已经将定位群发了出去 只要我再拖延一点时间 可是来不及了 林父已经扔掉手机 拿着棍子走过来 都是你 孟孟才这么痛苦 她那么爱宋燕尘 宋燕尘却不肯跟你离婚 只要你死了 孟孟就可以嫁给宋燕尘 就不会痛苦了 一个孟棍下来 剧痛再次传来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珍珍 晕过去之前 我好像听见了宋燕尘的声音 我醒来的时候 是在病房里 宋燕尘睡在旁边 胡子拉叉 一脸邋遢 我动了动 她立刻醒了过来 珍珍 你醒了 宋燕尘惊喜地握住我的手 感觉怎么样 好痛 我小声道 哪里痛 我去叫医生来给你看看 宋燕尘出门不久 林宇梦自己坐着轮椅进来 我警惕地看着林宇梦 你想干什么 林宇梦满脸泪痕 江姐姐 我爸爸他不是故意的 求求你放过他 我点点头 嗯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故意的人是你 林宇梦西子捧心 脸色苍白地看着我 江姐姐 你在说什么 我一直在医院里保胎 别装了 接近宋燕尘这件事 你早有预谋对吧 好好的大学生 为什么偏偏想不开 要当第三者 我嘲讽道 你知道什么 林宇梦紧紧地握住轮椅把手 我很早就开始喜欢她 原来 林宇梦还有个姐姐 父母离婚的时候 跟了爸爸 她姐姐叫何宇梦 是宋燕尘的前女友 两姐妹一直有联系 何宇梦会将她跟宋燕尘恋爱的点滴 事无巨细地分享给妹妹 可惜宋家接受不了何宇梦的家庭背景 逼着宋燕尘分了手 恰逢宋父病重 阴差阳错 宋燕尘跟我结了婚 何宇梦接受不了失恋的打击 选择了自杀 你知道吗 宋先生那么好 我看到照片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她 我假装为了纪念姐姐 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林宇梦 我忍着恶心讨好养父 只为要钱去学姐姐最擅长的小提琴 我一遍又一遍模仿姐姐的样子 努力地扮演她 只为有一天遇到宋先生的时候 能够马上吸引住她的目光 你将真真算什么 你不过仗着自己的好家事 成了宋先生有名无实的妻子 如果你主动退位让贤 说不定我会发发善心 让宋先生多分你一点钱 林宇梦勾了勾嘴角 控制着轮椅靠近我 你如果聪明 就该知道你赢不了我 因为你赢不了一个死人 忽然 她大声道 江姐姐 求求你 我父亲一辈子是老实人 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紧接着她从轮椅上起身 重重地翻倒在地 鲜血从她的下身流了出来 宋燕辰和医生护士 同时冲了进来 林宇梦捂着肚子 气若油丝 拉着宋燕辰的手 宋先生 帮我求求江姐姐 救救我爸爸 宋燕辰和众人 护送林宇梦进了急救室 下午的时候 宋燕辰重新返回了病房 她低声道 林宇梦流产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怒急返效 难不成你认为 是我把她搞流产的 可是两次你都在场 宋燕辰 我冷冷地盯着她 你要是敢把这个屎盆子 扣我头上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宋燕辰沉默半赏 忽然开口 那能不能放过林宇梦的爸爸 我挑眉打断她的话 宋燕辰偏过头 不敢看我的目光 轻轻地点了点头 休想 我冷笑了一声 我不仅要告她爸爸 如果你今天再不签离婚协议 我连你一起告 为什么 宋燕辰目光沉沉 我简直要被她气笑了 就凭 你如此践踏我的人格 我当时答应结婚的时候 并不知道何与梦的存在 你自己懦弱 何与梦天机 才造成你们的悲剧 你却将恨都转移到 一无所知的我身上 你利用我的感情 折磨了我六年 我难道不无辜吗 现在 你又为了一个替身 污蔑我害她流产 还要我原谅 伤害我的凶手 我江珍珍 这辈子唯一做错的解决 就是嫁给了你 如今 我自然要知错就改 别说了 珍珍 宋燕辰大喊一声打断我 然后 她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现在沙发上 捂住眼睛 对不起 我愣了愣 没想到重活一世 竟然听到了宋燕辰的道歉 我很早就察觉到了 自己对你的感情 这让我觉得我背叛的何雨梦 毕竟 她用一条命 证明了对我的爱情 所以我每次对你心动 都像应激一样 用冷漠的态度 将你推得远远的 是我懦弱 是我不敢面对她 因我而死这个事实 而逃避的将错都归咎于你 林雨梦跟何雨梦实在太像了 她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是何雨梦回来了 所以我才情不自禁 我看到了你留在家中那份离婚协议 我拿着她 忽然觉得整个世界轰然崩塌 那些被压抑 被我努力隔绝的爱意 汹涌而来 将我掩埋 珍珍 我爱上你了 我对林雨梦只是愧疚 甚至在医生跟我说她流产时 我心里有一丝窃喜 珍珍 林雨梦本来就有尿毒症 如今流产大出血引发了并发症 她需要换肾 不然她没几天好活了 我已经愧对她姐姐了 我不能再对她见死不救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解决掉她的事情 然后我们重新开始 宋燕辰祈求道 宋燕辰 你太贪心了 我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这个婚 我是肯定要离的 你如果不签字 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 珍珍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宋燕辰笃定地说 很快我知道 宋燕辰为什么这么笃定 她终止了跟江家合作的所有项目 收到爸爸的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办理出院 珍珍 你最近是不是跟小宋闹矛盾了 爸爸的声音有些交集 他叫停了我们两家合作的所有项目 我没想到 上一世因为我不肯离婚发生的事情 这辈子竟然会重演 原因竟然是他不肯离婚 我能理解我爸的交集 宋燕辰这种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做法 上一世让江家元气大伤 最终不得不变卖股份 拿钱走人 好 宋燕辰 这辈子我要让你也尝尝破产的滋味 结婚时 婆家给了我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做聘礼 如今 也该让她发挥一下作用 办理完出院 路过医院的小花园 竟然意外看到了林雨梦和她养父 她坐在轮椅上 看起来气色不太好 她养父站在她身边 神情卑微 眼中都是压制着地狂热 都告诉你 别来找我 你怎么还来 你知道宋先生花了多少钱才把你保释出来吗 我有些担心你 我来看看你 现在你看到了 宋先生把我照顾得很好 你快走吧 梦梦林妇仿佛要伸手触碰林雨梦 被林雨梦厌恶地推开 别碰我 你这个变态 我不是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龌龊心思 你要是真的欲求不满 上次你怎么不把姜珍珍上了 她可是害我流产 杀了你的孩子 林雨梦恨恨地说 梦梦 孩子真的是她害的吗 还是你主动流产 林雨梦的养父低声问 就是她害的 她以为我怀的是宋艳辰的孩子 你有本事去杀了她呀 林雨梦低声吼道 我吃惊地捂住嘴 颤抖着关掉录音 悄悄离开 我没有回集团 而是以单独约见了方式 将董事会里跟宋艳辰不合的人都约见了一遍 我希望他们能成为我的一致行动人 并许诺事成之后 给他们更多的利益和权利 父亲在知道我的计划后 给了我很多支持 结婚后 他一直鼓励我出来工作 是我自己当初执迷不悟 如今 看着他苍白的头发 我知道自己应该承担起责任了 至少要让他安详晚年 夜深 万籁寂静 我忙完一天的工作 停好车正准备回公寓 一个黑影忽然窜了出来 犯着寒光的刀就要落到我的身上 两个保镖忽然站出去 利落地置住了来人 压住他跪在地上 我心有余悸地站定 拉掉他的口罩 果然是林雨梦的养父 外面很快响起了警笛声 我笑了起来 时机终于到了 第二天一早 股东代表联合发起了议案 质疑宋燕臣在纺织厂收购拆迁案中 以高于市场50%付价格收购 涉及职务侵占 已向相关机构报案 宋氏集团股票大跌20%港股 我早就准备好的做空基金赚得盆满钵满 紧接着八卦头条也爆出了宋燕臣为了情人 伪造证据保释情人的父亲 大家顺便扒了一下林雨梦的背景 这一扒又扒出了惊天大案 原来何雨梦并不是自杀 我让人去查了何雨梦的死 意外地碰到了陈怡 她被封杀后过得很不好 她将完整的证据交到我的手里 江小姐 这一次我们终于目标一致了 因为年代久远 证据很多已经不可采信 但是放到网上制造舆论足矣 我一边将证据让营销号放到网上 一边带着证据去找宋燕臣 林雨梦正躺在病床上 一个小时后 她就要被推进去做手术 她看见我很紧张 紧紧抓着宋燕臣的手 宋燕臣安抚地拍拍她 没事的 你安心等着手术 动手术之前 我不如先给你讲个故事 不 我什么都不要听 林雨梦情绪很激动 好 不听不听 宋燕臣祈求地看着我 珍珍 先别刺激她好吗 人命关天 一切等做完手术再说 恐怕不行 我冷笑着 毕竟我也想让她尝尝 希望破灭的滋味 珍珍 宋燕臣大声阻止 我不理她 自顾自点开手中录音 你要是真的欲求不满 上次你怎么不把江珍珍上了 她可是害我流产 杀了你的孩子 就是她害的 她以为我怀的是宋燕臣的孩子 你有本事去杀了她呀 林雨梦满脸慌乱 她大概没想到会被我录音 她转身扑到宋燕臣怀里 宋先生 那不是真的 那都是合成的 你要相信我 宋燕臣脸色阴沉得可以滴水 眉宇间有雷霆怒气 你知道何雨梦怎么死的吗 她根本不是自杀 她是被她的好妹妹亲手杀害的 我将一堆文件扔到了宋燕臣面前 宋先生 不要看 林雨梦尖叫 抢过那一堆文件 撕得粉碎 撕了吗 我还有 我复印了好多份呢 我笑着说 宋燕臣不是傻子 看到林雨梦的表现 她自然知道 我没说假话 真是可笑 她如朱如宝对待的人 才是害死白月光的凶手 她定定地看着她 下一秒 她伸手掐住了林雨梦的脖子 林雨梦 你怎么敢 眼见林雨梦快要窒息了 我才让保镖上前 将人救了下来 宋燕臣 你还要救她吗 我冷笑着问 不 我恨不得她死 宋燕臣怒气冲天 那多简单 何必脏了自己的手 你现在马上通知医院 把肾脏捐出去 好 这一次 宋燕臣没有任何迟疑 不要 宋先生 林雨梦拉住宋燕臣 满眼不甘心 宋先生 求求你不要 宋燕臣一脚将她踢开 我走到她面前 俯身下来 希望破灭的滋味怎么样 痛吗 我还会把你的录音发到网上 你就算死 也要背着你犯下的罪名 在众人唾弃中死去 不 林雨梦发出一声悲鸣 还有一件事 你大概不知道 我本来已经提了离婚 是宋燕臣不肯离 她之前爱的是你姐姐 后来爱的是我 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林雨梦捂着胸口 嘴唇颤抖 呼吸急促 我站起身子 转身离开 身后传来宋燕臣的呼唤声 我一次也没有回头 林雨梦死讯传来的时间 比我想象的早一些 她不是死于疾病 而是死于她杀 凶手是她母亲 她母亲看了陈怡到网上的材料 才知道自己的另外一个女儿和雨梦 是被林雨梦害死 她去找林雨梦 质问林雨梦为什么害自己的姐姐 林雨梦告诉她 当然是因为不甘心 凭什么姐姐能够判给父亲 拥有正常的人生 拥有优秀的男朋友 而我却必须跟着你 养人鼻息过活 而这个人还对我心怀不轨 我难道没有试图向你求助过吗 我没有说过林国生看 我的眼神太吓人了吗 你是怎么说的 你嘲讽我 年纪不大 心思不小 你知道吗 我日日都生活在那个男人带来的恐惧里 他抱着我的时候 他假装慈爱给我晚安稳的时候 他夏天帮我擦汗的时候 你心里明明知道 但是你不愿意承认 你以为逃避就可以粉饰太平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你还想拉着我一起共沉沦 你根本不配做母亲 如果可以选 我最想杀的人 其实是你 被激怒的林母激动之下 用水果刀割断了林雨梦的动脉 虽然医生及时发现 可是林雨梦本身就尿毒症晚期 且求生意志薄弱 最终还是没有救回来 林母被送到派出所时 已经精神失常了 警察从她疯疯癫癫的口供中 拼凑出了以上的真相 宋彦臣在知道我狙击了宋氏的股票 并趁低价抄底 一举成为大股东之后 夜夜买醉 我强硬起诉离婚后 宋彦臣陷入了重度抑郁 宋妈妈几次三番求我去看看她 我犹豫再三 还是同意了 我第一次见到她形容枯稿的模样 整个人都丧失了生气 她躺在床上 眼神麻木 看见我来 才有了点精神 我看在宋妈妈的面子上 说了几句场面话 就打算离开 宋彦臣忽然问我 珍珍 如果我死了 你会记住我吗 我认真地回答她 我不会 不要试图用死亡 给我套上道德枷锁 你寻死 逃避现实 是你的选择 与我无关 你死了 我会很快忘记你 我会有新的生活 新的恋人 我绝对不会不你的后尘 用前任的错误 惩罚我未来的爱人 所以 你还是努力活着吧 也许多年后 我们还能相逢一笑 宋彦臣双手捂住脸 哭得像个孩子 阳光照进来 我抬头看了看 今天是个艳阳天 明天也是 后天也是 放下过去 每天都是好天气 我再装 我再帮你 我再次 呀 我再帮你